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美台官方往来 坚决反对台湾当局领导人以任何名义 任何理由篡美 坚决反对美方违反一个中国原则 同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接触 中方已经多次就蔡英文过境篡美问题 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过去的错误不能为今天的错误开脱 犯错次数的叠加 不能提供任何合法性 台湾当局领导人赴美过境是假 谋求突破宣扬台独是真 不是中方过度反应 而是美方一味纵容支持台独分裂势力 性质恶劣 制造问题挑起事端的不是中方 而是美方和台独分裂势力 中方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 切实将美国领导人做出的不支持台独 不支持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承诺落到实处 停止任何形式的美台官方往来 停止升级美台实质关系 停止虚化掏空一个中国原则 停止一边声称要为中美关系加装护烂 一边做破坏两国关系政治基础的危险行径 中方将密切跟踪事态发展 坚决有力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中方密集合公司 通知称要给马桶 云大利云 竹桑 修理